欢迎收看周日新闻 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们照服员训练班同学们的故事 虽然有些人已不再从事这个行业 但我相信相逢就是有缘 每个人的人生规划或许不同 但我们这段经历的连结 让我们都成为彼此成长的一部分 距离我们一起参加4月25日的照顾服务员训练班已经过了半年 这段时间 我们这群同学虽然经历了各自不同的路 有些人选择留在这个行业 有些人走向了新的人生方向 但我相信相逢就是有缘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些同学半年来的成长故事 还有我们的心情变化 刚开始训练时 大家都是带着一样的初衷加入 或是对照顾这份工作的热爱 或是对帮助别人的那份则韧心 我们在一起学习 彼此扶持 彼此鼓励 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物操作 这段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挑战 比如学习如何协助长辈一位 了解如何面对紧急情况 也学会了用同理心去关怀每一位服务对象 这些技能和知识 不仅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照顾者 也成为更有耐心 更具责任心的人 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每个人的规划不同 有些同学选择继续从事照顾服务的工作 面对更多的挑战与成就 而有些同学者走上了新的道路 可能选择其他产业 或是追求个人目标 不管在哪里 这段共同学习的经历 让我们之间有了一份独特的缘分 彼此成为了成长路上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常说相逢就是有缘 而我真的很感激有这份缘分 其实我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规划 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 这段旅程和这份连结 却始终让我们彼此牵挂 曾经一同学习的点滴 也成为了我们美好的回忆 我们经常会联络 分享彼此的近况 无论是开心的成就 还是生活中的挑战 这份情意让我们在面对不同的道路时 依然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对我来说 照顾服务员这份工作是充满挑战 但也很有意义的 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 尤其是面对长辈们各自的需求 和情绪反应时 更需要耐心与理解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疲惫 但每当看到长辈们露出微笑 或者是家属的感激之情 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也希望透过这份经历 让大家更了解照顾服务员这份工作 看到其中的辛劳与成就 最后 我想对我的同学们说几句话 感谢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虽然现在的道路不同 但我衷心祝福你们 在人生的旅程上都能够顺心如意 无论是在新的职场上发光发热 还是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们都是很棒的伙伴 每一位都在这段经历中 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回忆 我会珍惜这份缘分 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再相聚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正在考虑加入 照顾服务员这个行业 希望这支影片能让你 对这份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从我们的经历中 获得一些启发 我们下次再见